从13世纪开始,伴随着蒙古的崛起,中亚的华拉子摩在阿拉乌丁摩赫默的统领下也逐渐强盛 摩赫默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蒙古,探查蒙古的实力 1215年,陈基斯汗派遣450人的使团以及500多骆驼和大批金银珠宝前往华拉子摩协商贸易 不料被华拉子摩当作间谍全部处死 与此同时,一直被蒙古大军追杀的乃蛮部残余势力逃至西辽 首领驱出律勾结花拉子摩并成功篡取西辽 1215年,蒙军攻取金朝中都后,蒙军处立便返回漠北草原,整顿大军准备西征 1216年,陈基斯汗派遣折别率领两万骑兵攻打西辽 1217年,蒲县万能攻打农安,之后北上攻占了金朝上京 1217年8月,铁木针封穆华黎为太师,全权指挥对金作战 木华黎统领蒙古骑兵1.3万,汪古部骑兵1万,以及众多归降蒙古的七单军和汉军 木华黎领命后,改变了以前肆意杀掠功臣不守的习惯 重用归降蒙古的各族人才,封关禁绝镇守城池 1217年秋冬,木华黎攻占李县、大明、兹博、青州、维芳、莱州、蓬莱等地 1218年,木华黎攻打山西,占领了戴县、新州、太远、晋城、林坟等地 同年,驱出绿的军队在喀什附近被折别全奸,西辽灭亡 1219年6月,陈基斯汗亲自统领23万大军西征,讨伐花辣子摩 同年,东部战场的木华黎攻占了可兰、旅梁、席县、匠县等地 1212年,木华黎再次攻打河北,大军抵达宝定时 武仙统领的河北最强地方武装在镇定文讯投降 1212年秋,木华黎率领亲戚兵抵达济南,右翔岩石 其管辖的八州三十万户全部归附蒙古 随后,木华黎在兰考与金朝二十万大军交锋 金军被击溃 随后,蒙军攻占卫回上线之地 华北、山东、山西等大片土地基本落入蒙军之手 金朝积极招降河北、山西、山东的地方武装 封为九宫,使得太远、林坟、镇定、东平等地区反复一手 蒙金战争出现拉锯状态 1212年秋冬,木华黎率率大军向西斗过黄河,进入陕西 连续攻占加线随德 蒙军随后在延安城东设服夜战 击败金兵三万,七千余人被杀 1212年8月,木华黎掉头向东渡过黄河 再次攻打太远,太远失守 1212年10月,蒙军围攻蒲州 蒲州首将侯小叔顽强坚守 蒙军将领石天印久攻不下 于是彻为退兵 随后侯小叔出城于金朝一事 石天印趁机攻占了蒲州 1212年东,木华黎西渡黄河进入关中 大军直逼西安 金朝调兵二十万固守城池 蒙军攻城一个多月无法破城 于是留下六千兵力与西安守军对峙 另外派遣三千骑兵恶守通关 随后木华黎率领主力围攻奉降 围城一个多月毫无进展 于是木华黎率领主力撤出关中 1223年3月,蒙古大军抵达文喜时 54岁的木华黎病死军中 木华黎的儿子贝鲁接管三军 1223年12月,西夏县宗李德王继位 县宗积极思考出路并改变策略 暗中撕毁赴蒙公金的条约 决定再次联金抗蒙 1224年,金埃宗完颜首续继位 他力图振作深度改革 统西夏和好并且停止攻颂 集中权力抵抗蒙古 金埃宗派遣数十万大军驻守同关一带 另外派遣二十万金兵 沿黄河两千余里分四段减少 蒙金隔阂对峙 1224年5月,陈吉思汗西征结束 在班师返回的途中得知了西夏叛蒙的消息 于是陈吉思汗率领二十万蒙军金锐 转向攻打沙州 试图沿着河西走廊向东一举灭掉西夏 西夏历史上著名的战将吉拉斯义驻守沙州 蒙古大军围攻沙州数十天无法破城 于是下令称夜晚在城墙下挖地道 蒙军的轨迹被吉拉斯义识破 西夏守军早有准备 等蒙军地道破口时 向地道中燃放大火 地道中大量的蒙古将士窒息而死 1224年9月 陈吉思汗围攻沙州已经半年之久 仍然无法破城 他担心西夏出兵援救 于是命令贝鲁自东向西攻击西夏 牵制西夏的军队 贝鲁攻打重镇银州 西夏大将塔海率军出城 同蒙古大军野战 不幸被俘 西夏将士数万人被杀 身口损失数十万 1224年11月 由于漠北盟军溃败 外加银州失守 西夏宪尊无奈派遣使者向蒙古请降 并且答应派儿子去蒙古作为人质 于是陈吉思汗率领大军撤回漠北草原 沙州捡围 1225年 史天泽在战皇击杀抗猛的红敖军首领彭义斌 次年代孙围攻山东青州 贝鲁领兵增援 经过半年作战 山东义军首领南宋京东路总管李全投降 贝鲁委任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山东许多州县闻风归附 1226年年初 陈吉思汗以西夏不遵守合约 没有将儿子送到蒙古作为人质为借口 率领大军大举攻伐西夏 陈吉思汗分兵两路 东路军由陈吉思汗亲自统领 从漠北南下 西路军由大将阿达赤统领 从西域东进 1226年2月 东路军再次攻破乌拉海城 之后向西攻占黑水城 陈吉思汗陈胜紧达赫兰山西部 西夏大将阿沙赶布前去阴敌 战败被擒 数万将士阵亡 由于西夏主力部署在赫兰山东部的中心府一带 陈吉思汗不敢冒进 调途向西 于1226年4月 抵达浑垂山 等待与西路军会师 随后不久西路军抵达沙州 阿达赤派遣呼都天木尔前往朝降 由于当年河西大汗 民众食不果福 应聘无法取胜 首将吉拉斯义诈降 社夫突袭 呼都天木尔差点被擒 随后阿达赤命令大军全力攻城 吉拉斯义兼臂固守 多次击退猛军 一个月后 陈内粮草短缺 由于蒙古东西两路大军在战略上对沙州形成合围 沙州已经孤立无援 随后沙州沉破 吉拉斯义战死殉国 蒙古杀尽陈中军民 并将沙州城彻底摧毁 这座坚固的石头城就此消失了 1226年5月 西路军抵达九泉 九泉守将拒绝投降 猛军破陈之后对九泉进行偷撑 随后东西两路大军在张叶陈下回合 猛军在陈下摄书招降 张叶守将取持野法律 惧怕猛军并准备投降 副将阿绰等36人合谋杀死取持野法律 率领军民拼死守城 不久城池被迫 阿绰等人全部战死 1226年7月 陈济四汗长驱直入 围攻武威 守将沃札溃投降 蒙古大军步步紧逼 夏宪宗李德旺忧郁而死 夏宪宗的侄子南平王子县即位 1226年8月 陈济四汗从武威出发 占领中尉 1226年10月 陈济四汗分兵攻破重镇下周 1226年11月 蒙古军在赫兰山再次击败下军 随后大军渡河包围05 威民令宫率领十万大军 从中兴府出发前去支援 双方展开激战 西夏军队顽强抵抗 死伤惨重 之后西夏败撤 05失守 蒙古大军沿着延州川向北推进 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 1227年春 陈济四汗留下一支大军 继续围攻中兴府 自己清帅大军南下 渡过黄河 攻陷吉时洲 进入金朝境内 并相继攻破林桃 林潭 林夏 陵西 清水等地 1227年5月 西夏除了中兴府之外 基于土地全部被蒙军占领 西夏全国300万人口 此时只剩下不到50万 1227年6月 中兴府已经被围半年 梁静 圆绝 瘟疫饥荒 外加地震 西夏末代皇帝李县 已经山穷水尽 前时起降 蒙古大军随后入城 大肆杀掠 中兴府被焚毁 1227年7月 陈济四汗 在六盘山清水病逝 拖雷杀掉李县 西夏灭亡 至此历时23个年头的 蒙灭西夏之战结束